下一題 下一題 上面有三個電池 然後呢 告訴你有個150歐姆 然後有一個R2 不曉得 告訴你我的電壓 伏特劑讀出來的是1.5伏特 也就是R2的電壓是 R2的電壓是那個 1.5伏特 電流0.02安培 這個電流是所謂的總電流 這兩個是串在一起的 所以表示 通過那150歐姆的跟通過R2的也都是0.02安培 好這希望你能夠看圖就能夠理解的事情 這邊的電流總電流就是分電流都是0.02安培 然後電壓1.5的是R2的電壓是 1.5伏特 要請你求電流這很簡單 你就很簡單嘛 就是簡單的帶進去那個 A的電壓 A的電流 A的電阻 知道怎麼往裡面塞就會求出來了 所以第一個應該很容易 可以知道R2的電阻 就是問你你知不知道R2的電壓 你知不知道R2的電流 如果你知道往裡面帶答案就會求出來 就會求出來 OK 那請問你這電阻幾歐姆 大帥哥 帥哥 你們幫你有3 有3是你 我相信 75 这个电流是总电流是分电流 因为串联嘛 所以电流都一样 所以电流也知道了 电压也知道 就带进去R等于I分之V 或者是带V等于IR 然后就串出来 由75Ω就解决了 那下一小题呢 要求的是总电压 方法一 方法一 总电压带总电流带总电阻 那总电流有了 总电阻的方法一 方法二 这里是串联电路 总电压等于分电压相加 你算出150Ω的电压 再加上R2的电压 就会是总电压 这也可以 就看你的思路是怎么思考的 方法有很多种 解题的方法不止一种 OK 我已经明示你可以怎么做了 一个是带总电流 跟总电阻去求总电压 第二个是找出150Ω的电压 加上R2的电压 就是总电压 看你想要怎么做都可以 停车战界问 总电压有多少呢 帅哥美女7 日本7 4.5 7号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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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我说有两种 我说有两种做法 一个是求出150Ω的电压 再利用串联公式去求 第二个是用总电阻跟总电流 求出总电压 我现在是用后面的方法 你可以试着用前面的方法做 总电阻就是串联是加起来 刚才已经求出来了 R2是75Ω 所以相加变成225Ω 这叫做总电阻 总电阻就是那个量的 A的电流是0.02Ω 已经告诉我了 所以带进去 还是一样带V等于IR 或者是R等于I分之V 然后呢 这么多的电阻 这么大的电流 去求我的可爱的电压 就可以算出来叫做 4.5Ω 所以答案就是4.5Ω 你可以回家自己试看看 你用练的方法做 怎么把它做出来 那你能够熟悉 熟练我们解题的方法 就是给各位的一点小练习 OK